小女孩已经一个月没吃过饭 也没喝过一口水了 此刻的她饿得骨瘦如柴 五岁的她体重竟然不到四十斤 小女孩每天只能用棉签沾点水 擦拭自己干枯的嘴唇虫肌 因为她得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罕见病 是血性细胞综合症 一种由于吞噬细胞倒戈 而累积全身脏气的疾病 让小女孩的肠道变得非常脆弱 甚至有些不稳 仅仅只剩两层薄乳纸一样的皮 看着如此模样的女儿 母亲真的是心如刀割 这是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小女孩经常饥饿难耐 但母亲却不敢让女儿吃任何东西 哪怕喝上一口水都不行 因为女儿的肠道完全承受不了 此刻的她只好流着泪 让女儿咬着自己的手 还不停地向女儿道歉 小女孩也很是懂事 并没有真的用力咬母亲 母亲为了不刺激到女儿 她吃饭都必须躲在角落池 每次都是匆匆忙忙 三五下就将食物吃进了肚子 压根不敢离开女儿太久 而小女孩饿了就会拿起面签 沾着水来缓解饥渴 但这么一点点水 又如何能填饱她的肚子 这面签沾水的动作 小女孩每天都重复上千次 她真的很想很想喝上一口水 这么简单的心愿 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奢望 每当她忍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责怪母亲不给她吃喝 但母亲也只能强忍着痛苦 硬是不让她吃喝 谁又能体会这种作为母亲的感受 而这种极其罕见的疾病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发现了两例 其中一例是在尸检时发现的 而另一例就是如今的小女孩 但作为小女孩的主治医生 王天有并没有放弃希望 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小女孩唯一的活路 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但针对她的治疗却更加艰难 由于疾病的侵蚀 她全身都长满了血管瘤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大出血 但医生还是不愿意放弃年仅五岁的声音 如果想根治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肝细胞移植 那么对她来讲 能不能到这个时候 我们不敢说 但我们已经创造条件去等了 另外一个说肝细胞移植 对她来讲 也是非常困难 那么在骨髓移植过程中 清水过程中 或者半清 有可能就把你这个孩子 等医生说完孩子的情况 母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那一句没说完的话 她也听懂了 孩子可能凹不过去 她擦干眼泪收起难过的心情 重新回到病房抱起女儿 将女儿抱在怀里 才能让她感到踏实 未来的事情她都不敢去想 主治医生召集了各方专家 经过五次会诊 为小女孩进行了两次 结肠禁止血手术 同时加以三个疗程的化疗 小女孩的病情终于好转了 能吃上一些护壮的食物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在医生的共同努力下 她的身体状态 也达到了骨髓移植的必要条件 但还有很长一段路 等着她去走 我们一起为她加油 希望她以后平平安安 与此同时 要感谢为此竭尽全力的医生 他们再一次拯救了 一个幼小的生命 医者人心 让我们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 如果这正能量让你感动 请关注下一期视频更精彩